小鈴鐵 大家好又是我Goby 今天會為大家拍review 就是這兩枝 來自Number Sen的防曬 分別是他們的1號 Pure Glass Clean Tone Up 有SPF50加,PA4加 是藍色妝的 還有這一支 這支是他們的3號 這支是他們的Procedent Base Skip Tone Up Beige 都是有SPF50加,PA4加 他們是介乎防曬和化妝品中間的東西 我自己對於這些看法就是 其實我是喜歡的 因為它可以一支完成 又不用化妝 可以加一點遮瑕就完成了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成份 用上面的效果 還有之後整體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洗下去吧 在開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上個星期真的有點不舒服 順瘡我都爆出來 我上個星期真的很累 可能是一些煩的東西 所以令我不太睡得 抵抗力有點差 所以上個星期沒有拍片 今天會跟大家來拍評評 如果大家是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 NATURAL ORGANIC BEAUTY 或者關於CLEAN STATE BEAUTY的題材 好像今天這個牌子 整體上的防曬成份都十分不錯 大家可以看看 我也是一位註冊的香氛治療師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關於荒療上的內容 就去看看 我都準備了約七至十個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支持一下我的話 我亦有一間小店是售賣香粉晶油 按摩油 又或者一些抗香的儀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把網址放在下面的描述箱 大家去看看吧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評論 第一部分跟大家說一下成份 其實它們的成份實在是不錯的 我覺得兩支都不錯的 它們是來自一個韓國的牌子叫Number Seen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一號這一支 一號這一支的防曬 其實它是一個Physical加Chemical的防曬 裡面用的物理防曬成份只有Titanium Dioxide 然後就有兩支Chemical的防曬 裡面我描述了黃色那兩支要留意的成份 就是一個乳化劑和一個溶劑 整體來說 其實我們看成份的時候 最重要是看頭十隻 我自己來說 因為整個Ingredient list 它理應排序是屬於最大部分的擺最頭 頭十隻基本上佔整支的比例是最多的 這支來說頭十隻都基本上是不錯的 因為它裡面也有比較多的透明質酸成份 這支是沒有香味的 完全沒有放任何香味的東西 之後三號的這一支 其實它比較是一個物理性的防曬為主 因為它裡面用到的Sink Oxide和Titanium Dioxide 用這兩款的成份去做它們的防曬效果 而裡面是沒有任何的Chemical防曬的 如果大家是屬於敏感仔的話 又或者對某一些 Chemical防曬比較容易過敏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一支 因為它是全物理的防曬 裡面的成份也不錯 其實它的成份甚至比這支還要更好 因為裡面我找到只有一支介面劑 是黃色的 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安心使用 這支有加一個Rosemary的油 即是迷迪湯的油 用起來也會有一點點香味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我這裡就是General對它們這兩支成份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都蠻好 特別這一支 之後就跟大家來試上面 看看上面效果 我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暗瘡 我這邊用來塗比較多的遮瑕 大家可以大概看看遮瑕到多少 我這邊就試一個比較低遮瑕 我們先塗上面看看 我先塗這一支 我先塗這一支 我首先是肢體手 大家看到它是十分柔質的 塗出來是很容易的 我想這裡會太多了 推開 很明顯感覺到會比較白一點的 我塗我這邊 我這個皮膚狀態 其實只是用了我的護膚油和唇露 因為現在夏天比較熱 我很少塗太多東西在臉上 偶爾晚上才會塗一下精華 否則我都覺得差不多夠 好了 我大概塗了一支 其實我覺得現在 它真的會有些白一點的感覺 我塗上下頸 我覺得是有很大量的 Radeon的感覺 大家看到嗎 這邊我正常 正常我也有一點點Radeon的感覺 但這個真的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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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的 你們看到 我本身會帶一點點 紅紅的顏色 基本上都蓋過了 我呢 其實還有 約三分... 三分一 留在手上 那我就不塗了 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再塗得太多 我怕它會有一點點焗的 感覺上是舒服的 大家在鏡頭 按相機看到都很容易推 那現在呢 馬上測試它的黏黏情況 我覺得就不太公道 我覺得我會給它十分鐘 好了 在等的時候 我們來塗這邊面 看看 那我這邊面呢 就會塗這一支的三號 那它呢 是會給剛才那支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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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顏色方面 有一點點紅的 調味 剛剛那個是黃的 白一點 那這個呢 都會有多一點點膚色的 那它感覺呢 也是... 應該會白一點的 塗在... 那我塗在這邊面 有一點點香味 但就不太嚴重 那這個呢 這個質感呢 就會給剛才那支 稍稍會... 厚身? 厚身? 又不可以說是厚身 但它呢 沒有那麼Liquid的 那些上了面的顏色 好像都差不多 在我的鏡頭上看 因為會白一點點 那我剛才塗出來的份量 好像剛剛好 兩支的質感呢 都是很輕盈的 我覺得 那我本身的臉呢 都會有多一點點紅色 其實它都被蓋上了 右邊這一款呢 就是3號來的 那你很明顯看到 有多一點點膚色的 那1號呢 就是這一支 那1號呢 就是這一支 出到來的效果呢 大家都看到呢 其實是這邊油量很多 是不是呀 這邊好像跟我平時的皮膚 差不多 那1號呢 但是這邊呢 很明顯是亮很多的 好了 我來到超近的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呢 我覺得它是有適量的遮瑕效果 但是呢 它又不是太多 其實我這些位置呢 我有很多那些 微絲血管爆了 你看到 也有一點點修飾度 對 那這個也有 丁點的修飾效果 我覺得只有3成 它也不是遮瑕很多東西 反而呢 我覺得蓋了那些 鼻液外紅 那些呢 做整體的膚色均勻 我覺得反而是不錯 那這一邊呢 那我那些微絲血管 你也看到它還在 反而我覺得 那個亮呢 有一點點 令我 一般的 我呢 本身就已經是很容易出汗 和會出油的人 我就 不想太亮的 不過如果是乾性皮膚 大家說它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覺得那個遮瑕 一定是這邊比較薄的 其實它也是 沒什麼遮瑕 我想兩成 比盡它兩成 反而這邊呢 我覺得也有三四成 對 給回之前的照片 大家對照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遮瑕 那現在呢 距離搭一還有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回來 再看一下那個黏黏的測試 十五分鐘 現在呢 三點踏二了 整體上呢 我覺得那個 面色均勻一點 那現在我摸了 其實兩邊呢 都會有 滴滴的 黏黏的 對 但是呢 我感覺上呢 我覺得呢 這邊好像 好像厲害一點的 那不如試一下 一個 我這裡有一張紙巾 我撕開一半 這裡割有一張紙巾 那我就貼上面了 其實呢 兩邊呢 都有點黏的 但是這邊容易脫下來 不是那些呢 會令到你覺得 很多東西在臉上的感覺 它反而呢 是好像 護膚的 那這邊呢 是會清爽一點的 那 如果是現在這個天氣呢 其實我呢 可以接受到我這邊的狀況 那這邊的 亮啊 還有這個 滋潤度呢 我覺得比這邊也要高 如果我用啦 我一個油性皮膚的人來 去 評價這個 防曬的話呢 我肯定是喜歡三號那支 多過一號那支的 因為呢 一號呢 一定是要 再補回 一點點乾粉 那如果你單用的話 那 還有呢 它的遮瑕效果都不夠 基本上我是挺喜歡三號這邊的 這個的 它跟我之前 推介給大家 CKD那些 有一點點深淺 但是CKD那支的 那支 還有 整體的膚色均勻度 遮一點點瑕疵 那支 那支呢 就更好一點 那現在那支 香港沒得買 只可以去Olive Yarn那裏買 但是呢 我覺得都還可以的 這個 好了 最後呢 回到來呢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呢 這個皮膚質素呢 其實呢 就是上了 剛剛的三號這一支 然後呢 然後我自己呢 多加一點遮瑕 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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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圈啊 就是有一點點暗瘡印 這些位置 那基本上呢 臉的話呢 我呢 下了少少少胭脂粉 所以 弱量按下了少少 那個亮的效果 那我兩邊臉呢 其實都是用這個 因為我稍稍覺得呢 這個有點太過滋潤 對我來說 真的太過亮啊 那我就不太喜歡太亮的 那反而呢 這個呢 無論質感上啦 無論是妝感啦 都是我 想要的 只不過呢 它的遮瑕呢 就沒有我之前用CKD那支 那麼高 那所以呢 它是需要補一點遮瑕的 首先呢 就是這一支 那其實這一支呢 我覺得呢 基本上呢 它是適合乾性皮膚的 但是呢 它沒有什麼遮瑕效果 它的保濕滋潤度 我覺得比這一支呢 還要再高一點 就是它呢 塗完出來 會 會 會 亮一點啦 還有呢 它裡面下到的不少的 透明質酸的 成分呢 看起來 是真的 保濕為主的 這一支 而且質感上 它也是 比這一支要薄 而且容易推的 但是呢 其實呢 我來講呢 其實我覺得兩支都容易推的 都沒有大差別 只不過這個呢 水感會再重一點 那我覺得它適合乾性皮膚 沒有什麼瑕疵 純粹想調暈膚色 又不用怎麼化妝的朋友呢 就會適合用這一支了 另外啦 如果大家是有少少瑕疵 又不喜歡太粒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這支十分之不錯 用的時候呢 其實都容易推 大家看到我剛剛的demo 它都容易推 它呢 有稍稍的偏 beige一點的顏色 因為其實這一支 普遍是黃比較多 就是Tune的膚色 是用一個黃色的色調去Tune的 而這個呢 是真的有一個膚色在裡面 就是紅加黃的一個Mix 這樣的膚色 所以這一支的修飾效果 就沒有那麼白 所以如果大家是很白的女生 兩支都會用到 如果不是那麼白的女生 其實這一支呢 應該會容易carry過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兩支 其實都會有少少 就是白一點的 白一個色加的效果 我自己呢 就覺得這一支呢 是不錯用的 略嫌呢 如果當粉低的話呢 它的遮瑕力度呢 其實只有三成而已 就不算很高 一定呢 你是要用一些遮瑕的東西 去遮遮遮 但是出來的感覺呢 都是輕盈的 而這一邊呢 也不會太黏黏 是我也挺喜歡的 我希望它可以再 遮瑕度 我都會很喜歡它 當它是粉底的 所以現在也可以 我覺得妝效出來也挺漂亮的 如果大家沒什麼瑕疵 用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足夠的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這一支 其實都是 all skin type 可以用的 即是無論你是油性皮膚 或乾性皮膚 都會適合用的 就是這樣啦 好啦 以上呢 就是這兩支 Number Sen的 一個防曬加 Tone Up的 粉底 定Skin Care的review 如果大家喜歡我 拍這些內容的話呢 記得 Subscribe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下小鈴鐺 留言告訴我 你看完這條影片 覺得怎樣 喜歡看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留言留個心心 又或者把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覺得 有需要的朋友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 安全的週末假期 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下個星期再見